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原装赴印度取经的史实 作者 吴承恩 志宇宗 号舍羊山人 淮安山羊人 出生在一个由书香门帝破落的小商人家庭 他在课场上极不得意 直到45岁的时候才补为税共生 当做一个小官 没多久持官归隐 以卖民为生 西游记传书100回 大致可以分为3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前7回 写孙悟空大闹天宫 孙悟空原本是破石而生的美猴王 占领花果山水廉洞之后 海外拜师 学得72般变法 他不愿受冥府 天界管束 大闹三界 自封齐天大圣 与玉皇大帝分庭抗礼 搞得天分地暗 第二部分为8至13回 交代取经的原由 写艺精斩笼 唐太宗入明 观音访求高增 和唐增出世 为取经作了铺战 第三部分为14至100回 由41个小故事组成 写了孙悟空在诸白界 沙增的协助下 保护唐增前往西天取经 一路克服了81难 斩绕除怪 力尽艰险 终于取回真经 司徒五人 亦修成正果 通过孙悟空这个艺术形象 作者寄托了人的生活理想 他天生地长 闯龙宫奪得金箍棒 闹鸣斯 幽调生死保障的姓名 在花果山上 自在清王 无拘无束 在取经的过程中 孙悟空并未改变 他基本的性格特征 他照旧洁武不纯 对玉皇大帝 太上老君等尊臣 放肆无礼 对如来佛 和观音菩萨 也常显出一副 幻世不公的样子 当唐增冤屈他 要将他赶出取经队伍的时候 他首先想到的 就是要取下紧箍咒 恢复自由自在的生活 这是人性摆脱一切束缚 彻底自由的状态 在神话中 才可以表现出来的 人对于自由的幻想 西游记虽然是 虽然是神话小说 但正如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所说 西游记风痴野鱼 则取当时世态 加以铺在描写 西游记神话实际上 表现了丰富的社会内容 曲折地反映出 明代社会的黑暗 有很明显的现实批判意义 唐增司徒取经路上 遇到的妖魔鬼怪 很多都是菩萨或天神的座骑 当孙悟空打败妖魔 准备灭杀的时候 他们的主人往往就会出来雪晴 将他们救走 从这里 我们可以看得出 明代社会有势力的宦官 庇护他们的干儿子 干孙子们 贪装枉法的影子 那些庄严尊贵的神佛 在作者笔下 亦时常显出滑稽可笑的面貌 欲黄带带 耐弱无能 太白金星的迂腐 以及故作聪明 好似观音菩萨 在欲借静平给孙悟空的时候 还怕他会骗去不还 要他拔老后的救命毫无造抵押 就算是在西天佛地 亚难加业异尊者 亦不肯白手传经 而如来居然唐而皇之 为这种敲诈勒索行径作辩护 这些游离于传书基本宗旨 和主要情节的闲文 不单止令人发却 而且表现出西族欲念 无所不在 人皆难免的意识 西游记中的艺术形象 既以现实的人性为基础 又加上作为他原型的 各种动物的特征 再加上浪漫的想象 舍得生动活泼 令人喜爱 好似孙悟空的热爱自由 不受驱促 勇于反抗等等的特点 体现了人性的欲求 而他的神通广大 变化无穷 就是人自由幻想的产物 他的机灵耗动 陶器倒弹又是喉吕特征 和人性的混合 朱八戒的形象亦颇值得注意 他行动老莽 贪吃好睡 懒惰笨绝 这些特点 既与他错头猪胎有关 又是人性的表现 自然朱八戒也有些长处 好像可以吃苦 在妖魔面前从不屈服 总记得自己原本是天蓬圆岁下凡等等 但是他的毛病特别多 他贪恋女色 耗占小便宜 对孙悟空心怀疾到 遇到困难 整日动摇 总是想回去高老庄当女婿 在取经的路上 还赚出一笔小小的私房钱 他在勇敢中带着怯懦 暗口中带着艰滑 朱八戒的形象 体现了人类普遍存在的欲望和弱点 但是在作者不下 这个形象不单止不可乎 而且还有几分可爱之处 西游记的语言生动流利 尤其是人物对话 富有鲜明的个性 和浓烈的生活气息 富有幽默灰谐的艺术情趣 吴承恩提炼民众生活中的口语 吸收当中的新鲜词汇 利用他富有变化的句法 融出成优美的文学语言 敌我交锋的时候 经常用稳文表明各自的身份 教授之后 又用稳文圈掩刺烈紧张的气氛 他吸取了民间说唱和谎言口语的精华 在人物对话中 官话和怀安谎言相互融会 好像不当人指 活达 了象 断根 忽轮吞 一骨腊 这些词语 既不难理解 又别有风趣 往往只用寥寥几笔 就可以将人物写得 神彩换发 写出微妙的心理活动 西游记以风痴 幽默的不调 运用浪漫主义手法 令到小说充满了奇特的幻想 表现了罕见的艺术想象力 为以后神魔小说的创作 提供了成功的范例